婚营继续收听《物恋巅峰》第4128集 有令传达 杨开有些忧虑 可是咱们也不知道这楼船里面是什么样的存在 万一是个御主呢 冯英摇了摇头 不大可能 两个月之前 墨之王族亲自出手 父亲御主级别的墨族在那个时候 就应该已经跟随上阵了 就算有接到消息迟了的 也不会迟到今日才动身 这后续支援过去的 应该不会再有御主了 更何况 战事已起 御主级别强者作为墨族这边的中流砥柱 理应第一时间赶赴战场 会出动楼船这样的飞行秘宝收送人手 只能说明这里面的人手实力良有不齐 各自飞行速度不一 他这么说倒也有些道理 杨开微微点头 冯英又道 当然 凡事都有万一 若真有御主 我计量拖延 你第一时间脱身吧 这段时间见识了杨开的手段 也认识到了他的价值 这样的人才绝对不能有事 否则对洞天伏地这边来说 绝对是难以想象的损失 他本人甚至已经做好了关键时刻 拼死给杨开制造脱身机会的心理准备 走 冯英招呼一声领着杨开朝那楼船冲去 两人身影显露时楼船那边立刻有了反应 甲板上树道身影飞绿站在船上摇摇朝这边观望 冯英与杨开两人方向速度不减 静止对他们冲去 很快便落在了甲板上 一道道审视的目光头来 带着一些好奇 杨开也在打量他们 发现这些墨图当中没有上品开天 倒是不由松了口气 而且确实如冯英之前推断 这里的人实力确实量有不齐 由此看来冯英的推断是没错了 冯英伸手扶胸望向船舱内部 哪位大人在此主事 红莲御主有令传达 一副她是红莲御主挥下墨图的口吻 甲板上一群墨图左右观望了一下 街都不严 杨开目光闪了闪 倒也佩服冯英的胆大心细 她拿那什么红莲御主来说是 这楼船上有什么强者坐镇 肯定会第一时间露面 由此便可迅速判定敌人的实力如何 也好有应对之策 而且她一个欺品开天 伪装成红莲御主的墨图也很正常 很快船舱内便传来沉闷的脚步声 紧接着一个高大的墨图走出 杨开抬眼望去 发现这墨族应该只是个领主 顿时放下心来 这段时间死在冯英手下的墨族领主 实在不少 一个领主级别的墨族 确实没必要太在意 唯一让杨开有些在意的 倒是那领主身边跟随的一个墨图 那无疑是一位欺品开天 气息深忧得很 那墨族领主现身之后 低头看了看 站在前方的冯英和杨开两人 开口道 无难小领族领主 领主大人有什么命令 告知我便可 对冯英的身份 她也是没有半点怀疑的 主要是没想到 有人居然这么担当 跑到她面前来冒充领主的墨图 冯英恭敬道 还请大人俯身 主人交代 此令只可告知你一人 那小领族领主微微皱眉 虽搞不懂红莲玉主到底为何下这样的命令 却还是微微低头 侧头将耳朵偏过去 专注聆听 冯英稍稍飞身上前 悄声说道 主人说了 话说一半 勾起那小领族的好奇心 放松她的警惕 下一瞬便把剑在手 一剑斩下 墨色的鲜血飞剑 小领族还保持着 刹耳倾听的架势 硕大的头颅已被斩落下来 冯英手上动作不停 又一剑逼退了小领族身边的 那个七品墨图 第一时间敞开了自己的小乾坤 煞时间 数十道叙事待发的身影 从中窜出 这些被杨开和冯英 耗费两月时间救下来的墨图 一直在冯英的小乾坤中 休养生息 早已恢复完全 每日无所事事 无聊的几乎要发霉了 如今一下子从冯英的小乾坤中 跳出 那可真是如猛虎下山本 瞬间祭出了自己的密报 一道道神通秘书 便朝四周墨族轰去 墨族们还在发懵 根本没想到 在这种地方会遭遇 人族强者的偷袭 一时间死伤一片 而在冯英动手的第一时间 杨开便合身扑了上去 他没去理会别的墨图 而是盯上了那个小月领主身边的七品墨图 如今还无法确定 这楼船上到底有几位相当于七品的战略 但那小月领主已经被杀 只要解决了这个七品墨图 便可混定大局 就在杨开闪身而去的同时 那被冯英一箭逼退的七品墨图 也在朝这边扑杀而来 对墨图来说 主人就这么惨死在自己眼前 不管冯英是不是红莲御主派来的 他也得出手报仇 冯英对他自有防备 放出了小强军中的数十族人之后 提箭便杀了过去 杨开比他还快 从他身边窜出 一掌便朝那七品墨图哄响 对方眼中冷色闪过 他一掌迎来 那掌心之中 世界伟力凶猛 澎湃如海啸 大要一掌将杨开必杀的气势 小心 风英惊呼 他没想到杨开居然这么生猛 在他原本的打算中 七品敌对的战略 都是由他来出手解决的 杨开只需要去救治 那些被制服的墨图变客 谁曾想 这小子居然盯着一个七品墨图 就杀过去了 他甚至来不及阻止 不过想起他 曾经两次挡下自己的杀招 方英倒是稍稍放了心 这家伙也不是这么容易就死的 权掌相碰 世界伟类激荡 杨开身形倒飞 那七品墨图也是微微一阵 眼中闪过亚瑟 他的实力虽然不负巅峰 但品阶毕竟摆在哪里 替他一品的对手居然能与他硬恨一招 让他实在意外 若是单打独斗 自是追杀的好时机 可杨开才未逼退 冯英便已欺净身旁 一柄长剑化成漫天剑影 将他笼罩 瞬息间 这七品墨图便积极可归 冯英本身实力强大至极 这七品墨图即便是巅峰时期 也未必是他的对手 更不要说如今 三两招间 这七品墨图便被打得只有招架之功 毫无还手之力 任凭他如何反抗 也无法摆脱冯英的前置 被逼退的杨开去而复返 与冯英联手 打得那七品墨图愈发叫哭不敌 他的身形灵活至极 腾挪闪烁飘忽不定 给对手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而且手中闪烁的一团洁白光芒 也让这七品墨图 本能地感到惊惧不定 他没见过这样的洁白光芒 不知这到底是什么手段 但体内的墨之力 却仿佛遇到了天敌一般 给他传递着恐惧的信息 如此一来 本就岌岌可危的局面愈发不堪 不过片刻功夫 便被杨开找到机会 一个剑步起身近旁 一掌印在这七品墨图的后背上 几百的光芒绽放将之笼罩 呲啦啦的声响传出时 墨之力被驱散消灭 那七品墨图的反抗 慢慢停止下来 少亲阳开收手 冲冯英一点头 急速朝最近的一个墨图冲去 被冯英放出来的 数十位台天界 已经与船上的敌人 打得热祸朝廷 这短短片刻功夫 便由数人远多 可见战士之激励 主要是有些放不开手脚 而且人数也没对方多 之前还看不出来 如今才发现 这楼船里最起码隐秘了两三百人 其中有数十个墨图 其他的全都是墨族 对付墨族 他们还可以毫不留情 但面对墨图 他们就有些束手束脚了 没办法像以前那样痛下杀手 战斗的动静传出之后 楼船里藏身的墨图和墨族们 陆陆续续地现身出来 也幸亏如此 否则真要是将数十人 面对两三百人 恐怕一个照面就要死伤惨重 那七品墨图被解决之后 冯英立刻闪身堵住了舱门 墨族来一个杀一个 来两个死一双 也给了杨开施展的机会 他穿梭游走在战场各处 手中一团团净化之光 绽放出来 替一个又一个墨图 正本清源 恢复本性 每救回一个墨图 都相当于增加了几方的一名人手 削弱了对方的一份力量 战斗的持续中 几方的优势慢慢体现出来 而让杨开感到欣慰的是 这楼船上好像除了那位小月领主之外 就只有他身边的那个七品墨图修为不错 剩下的并没有堪比上品开天的战力 这让局势变得愈发好了 如今那七品墨图也被救了回来 无需过多地交流 便已明白自己该干什么 正配合着杨开制服还被墨汁里侵蚀的墨图们 墨族不断地死亡 他们死后墨汁里一散 倒是给几方造成了一些困扰 无他 那些墨图虽然被杨开施展手法救了回来 但还是很容易被再次墨化 所以他们得时刻躲避着那些墨汁里 甚至有人再次被墨汁里侵蚀小乾坤等 不得不紧急赶到杨开身边请求救治 杨开自然是来者不惧 跟在墨汁身边两年时间 虽然一直在私混度日 但对墨族和墨图们倒是了解不少 任何一个墨图 基本上都是经历过两次 甚至更多次的墨化 才会被转化的 第一次被墨汁里侵蚀的时候 他们都会选择割舍自己的小乾坤 以保周全 语之后事如何 婚姻继续收听《五脸巅峰》第4129集